我宣布 飞越公司挂牌仪式 正式开始 那咱们这个剪菜仪式 现在也正式开始 你提了吗 我跟他说了 他说他不过来 我还告诉他是挂牌了 他说他来不来也无所谓 他也不喜欢这场活 我说蓝大哥你说也是啊 咱这挂牌仪式 理泡没礼泡 彩条没彩条 够寒承的了 这 我说他不来扫兮啊 这场面是有点小啊 可可可可可 有什么心大呀 对对对对 这再说也是咱自己的公司嘛 蓝大哥除外 我们去财主内 咱们死后肯定能越来越好 没错 飞黄通大 飞黄通大 真不会说话 好啊 好好好 马上做好了啊 别着急 嗯 真行 你看 妈妈的汤炖了一下午了 一会儿你爸爸回来 我一起喝啊 你先去把作业做了啊 快去快去 爸爸 回来了 写作业了吗 写了 还没写完呢 那赶紧 赶紧把作业去写完 写完咱们吃饭 好不好 去吧 来 马上就好啊 我问你 今天剪彩怎么没去啊 那种 那种事我不是特感兴趣 再说我也没特合适的衣服 什么叫没合适的衣服 我看你就是不想去 一点都不支持我工作 连李洁都去了 不是啊 你说我现在状态都不好啊 又没工作 不大想去见人啊 不是那你什么时候状态好啊 等你状态好的时候 我在开业 你这李洁都去了 你看大家怎么看啊 再说了 你以为你是主角 到那谁都看你啊 你去了就是支持我工作 大家去 我怎么不支持你 我怎么不支持你 又天天给你家做饭吃 一进门就过来嚷嚷 我这忙半天了 我没说你不支持我工作 我就说你为什么剪彩不去 你天天在家做饭 我都说了为什么不去了 我希望你能到场 你怎么就不到场 行行行行行 我白给你做饭了 要你爱吃什么吃什么 我还给你做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小车 你不做就不做 没这个张庆库 我就不信了 竟吃带毛的猪了 是 天天说在家做饭 就这样 这碗都不行 怎么洗弄呢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怎么了 这要是 我做了一下午 烫怎么给我倒了呀你 我怎么知道这是汤啊 我以为刷锅水的 刷锅水是这样 刷锅水是这样 你妈做汤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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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红旗 你干吗呀你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怎么张口闭口 都是我妈呀 我妈怎么得罪你了我妈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给媳妇做汤就给我扔了 什么叫我妈做的刷锅水 什么叫 小子就不能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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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起来了啊 你不是不让我多管闲事吗 你敲啊你这都什么时候啊 这是人连口子的事儿 咱不好说啊 出事儿就完了 你不敲我敲你了 蓝桂成 这怎么了这又是 大妈 蓝博士 闻医生 你们俩这叫什么事儿啊 又吵又闹又打又摔的 这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吧 家里边有什么事儿 商量商量不就行了吗 靠打架解决不了 你们俩呀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遇到什么问题 就好好商量嘛 什么知识分子啊 这点知识白学了 小程啊 跟奶奶走 到爷爷家去 你们俩呀 好好寻思寻思 家里边发生什么事儿 就好好商量 对吧 像个过日子的样子 大妈 是 我说如果她的家人 小小小小小 你太好了 小小小小小小 你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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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也是找工作的 是啊 是啊 你说这么多单位 送了一早晨简历的 什么收获都没有 是啊 你们抱怨 找不到合适的用人单位 可我们用人单位啊 也抱怨找不到 合适的人才 您这也是招聘方 对对对 那这是我简历 你要 看一看 这是我的名片 好好好 您是晶晶电子元器件 投资资讯选公司的 王经理是吧 王志峰 好好好 你是硕士 高学历啊 是啊 现在高学历 更不好找工作 文女士 不知道 你对我们公司 有没有兴趣啊 这有点不对口吧 我是学医的 你们这不是 电子元器件 这没关系 最近我们公司啊 洽谈了一谈大的生意 对方是一个实力的老板 想批明像你这样 有气质的女同志 负责接待 接待 接待 这这跟我想象的 差距很大是吧 是是是跟我的那个想象 实在是差距有点大 文女士 我跟你说啊 接待工作看似简单 其实很需要智商的 我们看重的 就是你的气质 可是我这个 我这个能力不行 我理解你的顾虑 但是我们公司待遇不错 如果接待成功 公司会有大笔的提成 上次单位一个同志 一次就买了一套房子 一次就能买上房 对啊 这就是接待工作有意思之处 如果客户认可你 车子房子都有可能 而且都给你个人拥有 公司不另外提成 真的 这 那的确是 那我试试 真的 那好 我们去签个合同 现在 好好好 好 请文女士 这边 好 走 您都说了 只要是客户认可的话 能分到房子 车子 而且公司还不提成 你了解人家吗 应该好好对他做一个调查 你看呀 人家这不是经理名片 都在这儿了吗 名片有什么用啊 这想印就印了 那有钱的话 十块钱一打 印那个美国总统都可以 你这怎么这样啊 那什么 自从我辞职以后 什么事都在打击我 是不是要踩脚底线啊 你特别有优越感 不是 苦苦良药 这事你怎么永远都没弄明白呢 对了 你不是跟你爸那个警卫员 学过棘手那个散打吗 干吗呀 你为什么总是把别人 都想成坏人呀 我这是搞接待工作 我没把别人想成坏人 但是提前做好警辟 要比最后遗憾好得多 我要睡觉了 我要有饱满的状态 应接信气得到